台北做區培 南部要有熱情 所以就說 鐵爪狗的不可以讓他這麼高興 那這個 徐義鴻 其實今天這段我真的沒想到 我都跟他拗了 那是他沒有室友害的 所以這要怪他 那他的室友說 徐老師他敢賣這樣 聽說他跟我有笑 我當然 他在這裡感動的時候 他就說這樣他不就去討論 那這個 今天這個可以說是幾年了 我們討論 我討論 以前他默默在李前朗事務所裡面 每天都在外賭 我一直在請 我去論文找李前朗老師 我們那天幾點錢 我看他也都沒在休息 有幾點錢 所以你知道那種 耐心 毅力 專心 然後默默的 在那個崗位上面 我覺得這也是很心情 很專業 沒想到說 10年後 每隔一年就出一本書 所以我 很幸福 今天有這個機會 還有這個 我記得那時候也是你 幫我討那個 稅務出張所的 殘缺的 磁酸康是你行嗎 你外賭 真的有 真的有 我之前 你聽到 因為我 我也有收集一些 我聽到哪邊的房子拆了 我就討論 對對對 我也是為你 說要求 所以我後來 我就要求很大 可以 為了 我們獨特的 批在那裡 好啦 那我想今天就 主題 就是 清代的台北城 那 當然你如果想要看 上次才會找 讓他 那 他其實還有一尊 龍山寺 芒家龍山寺 來 可以每個人 來找 來找兩天免錢 謝謝 很害 師傅 沒有啦 所以我替光一句話 也是要買 那也是要買 沒有 我替光一句話 也是要有盈利 沒有 15個年 不然我們就沒有替光一句 是 今天 裡面我心裡也很難聽 大家就 頭過他做的 來 看不一樣的 台北城 當然 也一樣 希望這種的 看待方式 也可以來看待 台灣的每一個事 不然我們現在就 來聽好這個 走一下 走一下